明明我就很想那個七點多時間到了才要上台有沒有 我剛剛在後面我說 不小心今天穿了一雙高跟鞋有點太高了 我說我要站兩個小時我覺得腳好痠喔 所以想多做一下 所以各位童心今天從昨天到今天上課這樣子 屁股有沒有痛 不會痛 好痛 一定會痛 我也有經驗 頭痛 頭痛 屁股痛 腰痛 腰痛 做一整天喔 有沒有很累 有 多減的 很累的 我們都是過來人啦 我來問問問問看 在場的童心 有沒有人是自己來的 就是沒有人給你介紹喔 你自己看包裝雜誌來的 怎麼有 有喔 有一個那個 好 很有很有智慧喔 這個喔 這個喔 在以前阿 一般來講喔 不太會發生 因為呢 大部分的人都會說 台灣民政府阿 的廣告 不多 那他們去從哪裡看 可是最近阿 這幾個月阿 今年 有沒有發現 網路上都看得到我們的報導 有沒有看到 爆章雜誌很多 然後也有新聞在報導 這就是呢 局勢的改變 所以在今年喔 我們有好幾期 都有很多的童心 是自己來的 自己看包裝雜誌來的 那 在場的童心有沒有被逼來的 有啦 舉得很高喔 那個被逼來的喔 最近生了做副之士 被逼到做副之士了 你看看 有沒有童心 是被逼來的 可以偷偷舉伴手 如果逼你的人 坐在你旁邊的話 沒有喔 這幾沒有嗎 沒有喔 我們每一起喔 多多少少都會有 有什麼 妹 我就是啦喔 我就是被逼來上課的 我當初啊 是怎麼被逼來 我被我媽媽逼來上課 她當時喔 就跟我講 欸 隔壁的阿姨啊 早來跟我媽媽講 台灣啊 要換政府了 我媽媽聽完之後喔 就很興奮 就跑來跟我講 欸 妹 台灣啊 買多政府啊 我就跟我媽講 猜猜看我會說什麼 不可能啦 你不要想了啦 不要讓人騙了啦 正常對不對 結果我媽媽喔 虐不過我 她也第一次聽而已 她也不會說 結果呢 不了了之 過了一陣子之後喔 隔壁的阿姨又來了 她又跟我媽講 欸 不然喔 這樣 每一個州喔 都有那個 那個州辦公室 那她就跟我媽講說 你去那個喔 辦公室 裡面喔 有人喔 會跟你說 說法例 說台灣的地位 台灣為什麼要多政府 然後我媽又很興奮的跑來跟我講 欸妹 那個阿姨喔 說喔 很近喔 在這附近而已 沒有我們來去聽看 然後我就跟我媽講 沒有啦 我沒有贏 不要去 政治 很黑暗 我們不要碰政治 是不是很正常 在我這個年紀啊 大部分都是政治能感 認同嗎 對不對 對不對 大部分在我這個年紀 不會去太關心 政治是什麼 國民黨 民進黨 總統是誰 跟我有什麼關係 沒關係 我每天就是吃喝玩樂而已啊 大部分啦齁 所以呢 當我媽跟我講這個時候 我就跟她講 啦 人家說齁 這政治齁 禁敵齁 我們不要去罵啦 我們就好好過日子 就好了啦 結果我媽就說 好啦 你不要不要去齁 我自己來 我就說 好 我罵你去 我怕會讓人騙 你知道嗎 我想說齁 他這個齁 不知道在做什麼 啊我媽又要去聽 又單純 我怕我媽被人家騙 我就想說 好啦好啦 這樣我不會去 結果呢 我們就去到州辦公室 當時的 新竹州的州長 也就是現在的知識齁 他就說 說整大批 說完後齁 我們家啊 我媽就跟我問說 欸你感覺怎樣 我感覺怎樣 不知道 我就跟我媽說齁 從小到大 讀過這麼多的歷史 我從來沒有聽過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正常嗎 在我這個年紀是很正常 因為不關心政治嘛 政治能感嘛 中華民國為什麼叫流亡政府 我說我從來沒聽過 因為我不關心嘛 所以我也不曉得 所以我就說 他講了一大堆 有的沒有的 然後想什麼流亡政府 啊什麼叫做流亡政府 我說我聽不 然後我媽就說齁 好啦 這樣齁 沒算了啦 不然喔 辦一張身份證你看 喔 就跟你講都聽不懂 還要辦身份證 我說不用啦 我就傳我媽就回去了 欸然後呢 為什麼現在會站在這裡 因為啊 我們隔壁的阿姨齁齁 不死心 她再來啊 再來跟我媽說 欸 欸 沒這樣啦 你叫你女兒子喔 去上課 中央喔 有開課 開那個初高級班 我跟你說 你叫你女兒子喔 先去上 上完之後喔 他就知道了 啊我媽喔 就很興奮 他再來跟我說 欸 沒喔 五六日你去上課好不好 沒 沒贏 去上上看啦 不然你先去上 然後上完之後 你再跟我講 是真的啊 是假啊 我們這麼苦惹 要去上課啊 我說沒 我沒贏 我沒有興趣 我也不想上 然後基本上呢 就不要去參加就好了 結果最後咧 我媽就使出她的功力 從早到完就開始跟我錄啊 我如果在家裡看電視 她就 你不是有贏嗎 齁 那吃飯的時候 要去上課 齁 因為早上到晚上啊 最後喔 投降 因為她有效 你知道嗎 沒有 她還不是這樣說 不是說我對你來去 她是說 你先去上 她 我就跟我媽講 你都沒有去上 你叫我去上 要先叫我去死嗎 然後我媽就跟我講說 啊我都沒問題啊 你先去上啊 你上上之後 再回來跟我說啊 我說也有這樣啊 叫我一個人自己去上課 我也是這樣啊 啊結果我也是給她答應啊 你看這樣 我有友好嗎 我是想說 給她高興就好了有沒有 好啦 她高興 就好 要不要再給我插 我來這裡上上之後 我回去這裡跟她說 這是假的 我是這樣想啦 結果我就來了 我就跟各位一樣齁 坐在這裡初級班 三天兩夜 坐到腳踩很痛 然後呢 我很認真的上課喔 大家猜猜 我上完課之後 相信了沒有 相信了沒有 相信了齁 我馬上就相信了 這樣有膽子嗎 很膽子 我相信了之後呢 還滿懷滿腔的熱血 隔天我就打電話給我朋友 喂 我就開始跟她說了喔 我才上完初級班喔 我就開始跟她說了喔 很興奮的 台灣民政府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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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據我所 上課所知道的歷史 我就開始跟我朋友講 講完之後喔 我的朋友齁 隔天 他就打電話給我 結果 結果是什麼 他比我還更認真 他就更常會跟我說 我跟妳說 我整年都沒睡 我說啊怎麼 妳喔 我實在妳朋友十幾年喔 我這實在妳的 妳絕對喔 讓人騙了 這句話好像很熟悉喔 我跟我媽講的喔 他就跟我講說 妳絕對讓人騙了 因為喔 妳的構成我知道 妳喔 單純 妳是不是絕對沒有上網去查 欸 我沒有求證啊 我真的沒有去求證 我就說 欸妳怎麼知道 我都沒有去查了 網路上隨便打 都說 詐騙集團 妳怎麼沒看到 我說我沒看到 不過我相信絕對 絕對一定有很多這樣的 這樣的 負面的嘛 有證就會有負面嘛 結果呢 我就跟我朋友講一句話 啊 我比妳齁 我比妳齁 我比妳說有什麼 妳說我平台也好啊 台灣民政府啊 成立不是幾個月而已欸 是好幾年了 幾年的時間裡面 台灣民政府不乏什麼 老師 醫生 律師 博士 碩士 每一個人啊 都比我厲害好幾倍 高知識分子的很多 他們能夠來參加台灣民政府 甚至相信台灣民政府 支持台灣民政府 代表什麼 他們所問的法理的問題 各方面的問題 絕對比我都還要尖銳 是不是 我說 今天呢 我隨便真的有任何的疑問 我覺得裡面 絕對馬上就可以幫我解答我的疑問 所以我說 那妳說我平台也好啊 我覺得我不用查啊 我有任何的問題 我問裡面的人就好了 我告訴妳 有利 有利嘛 接著我就跟我朋友講 一件事情都有正反兩面 我看到了他的正面 跟看到了他的負面 可是妳只選擇看到負面 妳沒有看到正面 妳沒有資格來判斷這件事情的對跟錯 我說是不是 妳一定要給自己一個機會 來看看這件事情的正反兩面 妳才能夠下判斷 她是真的還是假的啊 所以呢 我朋友就說 好啊 她說不會過我 以後她就說 好啊 我問妳 就今生和平條約第二條 不是日本已經放棄 台灣澎湖的民意請求權了嗎 為什麼妳們還主張日主美戰 結果妳們猜猜看我怎麼回答 我就跟她講 我下個禮拜再告訴妳 我上完高級班再跟妳講 因為喔 我也不辦 所以這代表什麼 法理生不生奧 生奧 她不是各位喔 今天這樣三天兩夜 初級班上完之後 妳就可以把所有的一些法理知識 搞得很懂喔 結果呢 我初級班上完 高級班上完之後 我也沒有辦法完全回答 我朋友問我的問題 那怎麼辦 裡面的前輩 同心就鼓勵我去考俊手 我去考俊手的時候呢 我才讀了一本 大家知道有一本叫 新台灣論對不對 那一本裡面呢 有所有我們問題的答案 我自己讀了之後呢 讀完沒問題了 讀完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妳的問題就在裡面 法理喔 她不是一天兩天就可以理解的 妳必須還得下功夫去研究她 因為她很深奧 台灣才會被騙七十年這麼久 這樣了解嗎 所以今天呢 我會大家看台灣的歷史 自認為很了解我們台灣的歷史的請舉手 沒有齁 一般很少 為什麼 大部分啦 有沒有發現都在學什麼 知道課綱微調嗎 為什麼學生要抗議 知道他們抗議什麼嗎 我的小子女齁 差不多現在是國中二年級吧 她跟我姐姐講 我不要讀了啦 然後我姐就是問她為什麼 因為她被影響很深啦 我姐姐我們家都有參加台灣民政府 我不要讀中國的歷史 這就是課綱微調 學生在抗議的 他們呢 要把學生這一整年 所學習的歷史 全部都改成中國 的歷史 有沒有道理 是不是沒有道理 照理來講 應該要培養我們的下一代 擁有國際觀對不對 為什麼要限制在中國 有沒有覺得陰謀 連很基本的旁觀者 你都覺得這是很不合理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所以學生抗議啊 為什麼要抗議 一整年都在讀中國的歷史跟文化 這樣還不是洗腦是什麼嗎 所以喔很可怕的 我們本土的台灣人 真正對自己的故鄉 我們的本土的台灣 瞭解的很深的喔 真的不多 而且有多少的歷史有被篡改 等一下大家就會感受到了齁 我們先來看 FORMOSA大家知道是哪裡嗎 台灣 這一個 切成三小塊的這個島嶼 認不認識 認不認識 認識 它是哪裡 也是台灣 欸台灣不是一塊嗎 怎麼切成三塊 這個是十三十四世紀的時候呢 歐洲打開大航海的世代 然後呢 他們呢 就從日本呢 琉球然後來到這個島嶼 那這漂亮 然後發現怎麼有這麼漂亮的島嶼 然後當時歐洲呢 有一個名詞叫FORMOSA 它是美麗的意思 他就把這個美麗的意思 賜給台灣 美麗之島 所以FORMOSA 也就是台灣 那為什麼會切成三小塊 因為當時的航海圖的技術 不是很發拔 所以畫的沒有很完整 可是這是最早期的台灣的航海圖 好 那猜猜看 最早活動於台灣的未來民族是誰 要看看 據你們所知 荷蘭 西班牙 夠了 荷蘭西班牙 學到的歷史課本是不是這些 謝謝 十三十四世紀的時候呢 日本人已經在FORMOSA這塊島嶼上活動跟居住 一直到1633年 德川幕府的首國政策禁止日本人赴海外發展才停止的 所以日本至少比中國提早三百年以上在台灣這塊領土上居住跟活動 好像應該是西班牙荷蘭 為什麼是日本 最早期文獻裡面就有記載 為什麼歷史課本不是這樣教 篡改歷史 我們呢應該要以國際觀來看待台灣的歷史 而不是以被流亡政府中華民國以中國的角度來捏造的歷史 這都是洗腦喔 所以從現在開始你要去放大檢視 所以剛剛講到的荷蘭 他在1624年的時候 荷蘭人獲得日本德川幕府的許可 可以來FORMOSA這塊島上活動 可是代表什麼 在日本呢最早13、14世紀又在台灣的時候呢 荷蘭呢至少什麼 每年要向德川幕府 禁貢3萬張以上的鹿皮 日本才允許荷蘭來台灣這塊土地 居住跟活動 這樣了解嗎 所以當荷蘭為什麼他 要來到台灣 大家知道嗎 為什麼他要來台灣 當時 最早期的時候 東方跟西方 西方的世界呢 很喜歡東方國家的什麼東西 陶瓷、瓷器 還有什麼 絲綢 瓷器跟絲綢啊 對於西方國家呢 來講相當於他們黃金一樣有價值 所以荷蘭那個時候 他也想分一杯羹 當時的荷蘭東印度公司 他就想 我要分一杯羹 我要設一個轉運站 來轉運這個物品 來到西方的國家 因此他就選 一開始他選哪裡 澎湖 那當時呢 澎湖也就是當時的大明國 中國那裡的大明國 他就想說 澎湖好像離我有點太近了 好像不行 因此他就出兵呢 把荷蘭人趕走 荷蘭人趕走之後 他第二個基地就選擇 台灣 也就是選擇Formosa 請問 如果荷蘭人 他把台灣當作經濟利益的轉運站 他會不會好好的對待台灣的人民 會不會 不會 有沒有聽過紅毛鬼子 有齁 就是指當時的荷蘭人 然後他會不會好好的建設台灣 不會 有沒有去過淡水的紅毛城 有奇怪齁 然後還有台南的安平古堡 有沒有 台南的安平古堡在荷蘭那個時候叫做 勒蘭遮城 他們遺留下來的古蹟那個是什麼 當時在台灣蓋的軍事基地 他們只蓋軍事基地來控管台灣的人民 因此呢 沒有好好的建設台灣 也沒有好好的對待台灣人民 為什麼我要強調這個 這對以後呢 台灣的文化是有影響的 所以十六十七世紀的時候 台灣呢已經遍地很重要的經濟枢紐的位置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台灣已經打開了什麼 大航海時代的眼界了 可是呢 中國在這個時間的漢民族 他們甚至連地球是圓的都不知道 他們是屬於鎖國政策 這會造成什麼 文化落差 也會造成台灣以後的歷史悲劇 這都有關聯的 因此從下一開始 有沒有覺得 慢慢的你會覺得 獨到的歷史 好像跟你以前認知的台灣歷史 有些許的不同 這個就是重點 我們要了解 本土台灣人 我們這些可憐的台灣人 是如何在七十年間 被扭曲的歷史教育 教育長大的 所以我們台灣福爾摩薩 一個簡單的一個政權輪替 1624年日本讓與荷蘭 1662年荷蘭讓與正成功 1683年 正式王朝讓與大清帝國 1895年 大清帝國讓與日本 1945年的4月1號 日本正式將台灣編入他的國土之一 1945年10月15 日本因為戰敗 被中國人降臨到今天 好 來 荷蘭東印度公司 也就是荷蘭 來佔據台灣的時候 請問 荷蘭有沒有擁有過 台灣的主權 沒有 沒有 為什麼 為什麼 測測看 經濟利益 還有呢 如果我們依照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的架構下 他佔據台灣 為什麼他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呢 原因就是 荷蘭東印度公司 他在佔據台灣的期間 有效領土管轄範圍 有沒有基於台灣全島 只有一部分而已對不對 因此他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這樣了解嗎 那把荷蘭人趕走的是誰 鄭成功 鄭成功對不對 鄭成功呢 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有沒有 沒有 為什麼呢 一樣 好 有沒有看到這紅色的小區塊 鄭成功的領土有效管轄範圍也只有這裡而已 因此呢 他也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好 鄭成功為什麼要把荷蘭人趕走 為了救台灣嗎 為什麼 反清覆明 對 如果他是為了反清覆明 將台灣做為軍事的佔領基地 請問 他會不會好好的建設台灣 不會 會不會好好的對待台灣人民 不會 好 那把鄭成功趕走的是誰 對 對 施朗 大清帝國 1683年 大清帝國佔領台灣 這個地圖是哪裡 大家知道嗎 台灣 可是為什麼只有一半 有沒有人看過這個地圖 跟人看過 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台灣啊是一塊錢 讓人家吃一半去 怎麼剩一半 有沒有發現為什麼剩一半 那 畫外之地 原因是什麼呢 好 請問 大清帝國佔領台灣幾年 大家知道嗎 佔據台灣 212年 長不長 很長喔 這麼長的時間內 大清帝國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喔 有人說有喔 沒有 好 為什麼沒有 好 對 大清帝國呢 在佔領台灣的212年的期間 一直到1895年 大清帝國對台灣領土有下管轄範圍 不及於福爾摩莎的全島 僅限於西半部的六個漢人藤墾區 這樣了解嗎 可是有很多人就會問 212年耶 他就只有管西半部 那東半部呢 為什麼沒有去 為什麼沒有去控管他呢 因為 因為英勇的高砂竹嗎 有看過賽德克巴萊嗎 有齁 你來到我的獵場就 砍頭有沒有 可是 是因為這原因嗎 為什麼 210年長不長 經過好幾個世代了耶 已經可以讓在場的各位以為 中國是我們的祖國了喔 這麼長洗腦的時間裡面 他竟然沒有去控管東半部 原因在哪裡 原因是什麼 大清帝國所認知的台灣喔 當時剛剛有講到 師郎將鄭成功趕走之後呢 大清帝國的皇帝就說 我不要台灣 很多人就說 為什麼不要台灣 因為台灣啊 是荒蕪的畫外之地 我剛剛有講 最早期 荷蘭來佔據台灣的時候 有沒有好好建設台灣 沒有 換到鄭成功的時候 有沒有好好建設台灣 也沒有 所以一直到 大清帝國 佔據台灣的時候呢 台灣呢 他認為他還是一個 荒蕪的畫外之地 建設要不要花錢 要 大清帝國皇帝說 他啊 離我很遠啊 我不想管他 哎呦 建設又要花錢 所以我不想要這個佔領地 但是師郎就跟這皇帝講說 不行 你一定要把台灣佔領起來 不然啊 又會有人像鄭成功一樣 把台灣佔據 然後做反清復明的基地 怎麼辦 皇帝就說 也對喔 這樣要怎樣 我不想要花錢啊 這樣要怎樣 師郎呢 就給他一個建議 班兵制度 師郎跟皇帝說 台灣呢 僅為彈丸之地 得也好 不得也好 但是呢 為了不讓人家作為佔領 反清復明的軍事基地 我們還是得把台灣佔領起來 但是佔領起來的期間 皇帝我教你 我們要不要文武官員 要嗎 文官就是我們所謂的 市長啊 縣長啊 我們的公務員 對不對 他就說喔 你用三年為一任 第一個 利誘 只要呢 他派去台灣 做官喔 做三年 回來 你就幫他升官加薪 喔 利誘 他這樣就不會留戀台灣 第二個 威脅 你把他派去台灣啊 把他的家眷扣押在中國 不讓他帶去台灣 這樣呢 他就不會在台灣 落葉生根 落地生根 這樣呢 他一定會回來 威脅加利誘之後呢 把他派來到台灣當官 怎麼當呢 三年為一任 他是不是坐船啊 然後來到台灣 我們扣掉個半年好不好 落腳了 然後熟悉一下台灣的人文啊 地理風俗環境啊 要不要差不多快一年 要 扣掉了之後呢 剩下一年左右的時間 當他要拿起筆 寫個企劃書 如何建設這個桃園市的時候 不好意思 你要回去了 請問 他會好好的 用心的當官嗎 會不會好好的 對待台灣的人民 而且 上頭喔 沒有要求政績 所以呢 能貪污就貪污 能欺壓百姓就欺壓百姓 反正三年一到 那我回去升官又加薪 是不是 好 皇帝說 欸 這樣好像不錯喔 還有咧 武官咧 武官要不要警察 要不要武官 要 皇帝你就把 當地的無業遊民 全部揪揪勒 派去台灣當兵 哇好咧 省了這個人口的這個麻煩 然後呢 也不用花太多錢 一樣 三年為一任 就這樣 212年當中呢 台灣的文武官員 呈現這樣的狀況 請問台灣會進步嗎 台灣人民生活過得好嗎 不好 能貪污就貪污 能欺壓就欺壓 再加上台灣不足成 什麼叫台灣不足成 我齁 連縣市政府都不蓋 不用蓋了啦 就算要一定要蓋齁 就蓋那個爛爛的 這燙的就好了 倒去也沒關係 你知道嗎 他不想在台灣花一毛錢 這就是 清零兩百多年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當時台灣的社會動態 這樣台灣人還覺得 他是我們的祖國耶 這樣有亂嗎 所以 為什麼 他東半部沒有去控管 因為要開錢 翻三越林 懶得去 反正西半部比較近喔 好管就好了 這樣了解嗎 212年當中 完全他沒有 踏足到我們的東半部 所以 大清帝國在佔據台灣212年當中 請問他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沒有齁 這樣了解了嗎 換句話說 台灣從來就不屬於過中國 那要幹嗎 從來就沒有屬於過中國 因此呢 中國人呢 之前還在講 台灣跟澎湖是他們的 有沒有 錯誤的認知 因為 沒有太小 然後到現在呢 有讀書了 有讀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了 知道呢 台灣跟澎湖呢 從來不屬於過他們 因此他們現在只敢講什麼 台灣 是他們的 核心利益 想要來啦 這樣下去嗎 所以大清帝國到1887年的時候 才完成台灣的建選 換句話說 大清帝國在台灣 福爾摩莎西半部 204年後 才宣布 將台灣併入大清帝國的版圖 有成功嗎 有成功嗎 有成功併入他的版圖嗎 沒有 從來沒有成功過 從來沒有 再講一次喔 我們呢 領土有效管轄範圍 不及於福爾摩莎的全島 僅限於西半部 六個漢人屯墾區 因此呢 212年的期間 他完全沒有擁有過台灣的領土主權 因此 併入大清帝國版圖 沒有成功 要了解嗎 他總不能把台灣切一半 併西半部而已吧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們就是一個完整的島嶼 我們不能被撤走一半 但是呢 為什麼會有 現在的台灣人 為什麼會很難溝通 因為呢 我們被衝擊了什麼 文化 這是很正常的 台灣人被影響了什麼 來請問喔 美國信仰什麼教 基督教 天主教 日本信仰什麼教 神社 是不是 台灣信仰什麼教 道教佛教 基督教 睡覺 很多教 什麼教都有對不對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人家那麼大的國家 你一講 人家就是信仰 同一個宗教嘛 同樣的信仰嘛 我們台灣就這麼小一個島嶼而已 啊 什麼教都有 基督教也有 佛教也有 大教也有 有沒有覺得 有人有曾經思考過 為什麼台灣的歷史文化 會這麼的 與眾不同 這個 就是 我們身為台灣人 必須要去了解的 因為 那跟我們台灣 長久的歷史有關係 我們最早期 是不是有接受荷蘭的文化 對 這就是 一直演變的過程 可是我們 第一個我們要知道的是什麼 台灣啊 原本 我們的平埔族 跟高砂族 我們是信仰 怎麼叫 睡覺 有沒有人喔 發現一個問題 為什麼啊 台灣很容易被人家控制 那個荷蘭來就佔據 鄭成功來也佔據 大清國來也佔據 然後 不管換了誰 都可以很輕易控制台灣 因為台灣最早期 是 一個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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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不是有什麼 阿美族啊 泰亞族 很多的族 他們之間的族語一樣嗎 不一樣齁 如果一個正常的國家來講 要不要有共同的語言 要喔 要不要有共同的文化 要喔 所以台灣呢 從最早期 台灣就沒有自己 成為一個國家 因為部落跟部落之間 並沒有整合 他們沒有共同的語言 沒有共同的文字 也沒有書 因此他們只有什麼 代代相傳靈魂不滅的傳說 喔 告訴你的下一代 我們的 勇士多麼的英勇 怎麼樣怎麼樣 都是用口傳 所以呢 他們沒有什麼 共同的思想文化語言書 因此只要外來的民族 他們有一套系統 是不是很快就控管了你 這就是台灣齁 一個文化的轉變 所以我們荷蘭他統治的時候呢 除了把台灣當作經濟利益的轉運戰之外 他還有一個重點 通商跟傳教 他們將喔 我們的高砂族的長老 都把他們洗成信仰基督徒 有沒有發現我們的高砂族都幾乎都是信仰基督教有沒有 原因就在這裡齁 那再來咧 我們每年再過的齁 接下來是那個什麼 中秋節對不對 快到了 中秋 春節 端午節 中秋節 元宵節 清明節 中元節 七夕過年 請問 是本土台灣人的節日嗎 嗯 中國 不是喔 不是本土台灣人的節日喔 這是在212年當中 他們所帶來的文化 不是屬於我們的喔 有沒有覺得很衝擊 有齁 原來我每年領那個紅包都是假的 原來我不應該領 怎麼辦以後沒都領 沒關係齁 我們可以 託亞入歐來過聖誕節也不錯啊 秘書長有講 台灣民政府執政之後 我們將最好的制度 最好的文化來運用在本土台灣人身上 好不好 如果今天燒金紙 會破壞大氣層 我們改成鮮花好不好 也很好啊 我們將最好的 東西方的文化跟制度 我們舉 舉其最優秀的 來變成我們整個台灣真正的文化 是不是很值得期待 因此呢 我們不用齁 再去拘泥在 喔 兩百多年來 然後他們所帶來的這個中國的文化 不用去拘泥齁 雖然講是這樣講啦 每次過年的時候 秘書長都說你們不用包紅包啦 結果回去還是你包我我包你啊 齁 沒辦法 但是可不可以改 可以慢慢改齁 台灣民政府以後就沒有紅白包的文化 齁 再來 大家要知道的 被衝擊的文化呢 就是 最早期呢 我們 屬於本土台灣人的平埔族 高砂族 我們就是 代代靈魂不滅的傳說 我們的文化 所以荷蘭統治呢 輸入了基督教 然後中國呢 帶入了我們現在的各種節日 所以這是我們本土台灣人 自己必須要很清楚跟了解的 這樣集體潛意識的文化 它會造成什麼樣很可怕的魔咒 怎麼可怕 還好那個阿姨齁齁 三度一直來跟我媽媽講 不然我也不會在這裡 這樣有恐怖嗎 有恐怖啦齁 如果他只講了一次就放棄了 我現在也不會站在這裡了 所以 1895年的時候 大清皇帝正式將台灣跟澎湖割讓給日本天皇 有看過這一張契約書嗎 有的有看過齁 來我們來看一下齁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跟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所簽的條約 這裡 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 澎湖列島及北緯度 覺得這一張看起來像什麼 像什麼 合約 它有沒有很像土地權壯 它就是我們台灣 台灣跟澎湖這塊島嶼的土地權壯 重點 這是 蔣武戰爭那時候簽訂的下官條約 從下官條約之後 一直到今天為止 沒有任何一個條約有在將台灣跟澎湖給割讓出去 包括 包括舊金山和平條約 也沒有 等一下我們會看齁 一直只有這一個條約 割讓完也就是土地權壯 在日本天皇手上之後 沒有任何一個條款 有在將台灣跟澎湖給割讓出去 我們割讓給日本天皇之後 我們就進入什麼 什麼時期 日治時期 剛有講 荷蘭有沒有好好建設 沒有 正成功有沒有好好建設 沒有 大清帝國有沒有好好建設 沒有 那請問台灣的經濟奇蹟亞洲四小龍怎麼來的 怎麼來的 難道是十年建設來的嗎 日治時期來的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有沒有跟我一樣的疑問 我當時在上課的時候我就想說 你們啊 都講說 日本人啊 對台灣好都好 可是我的記憶裡面啊 好像還是有跟日本人打仗啊 好像台灣人好像還是有抗日啊 怎麼一回事 日治時期統治台灣多久 大家知道嗎 五十年對不對 五十年的期間是不是 縮長不長縮短不短 可是跟兩百一十二年比起來只有四分之一而已 對不對 短短的五十年期間呢 如何建設台灣 這是很恐怖的事情 它分為前中後三個時期 前期差不多二十幾年 那個時候呢 就是我們所認知的 感覺好像有欺壓台灣啊 前期呢 五官厚騰辛平的時代 他剛進來台灣的時候呢 他是用德國式的科學主義 殖民主義 嚴密的控管台灣整個社會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是什麼 對 這幾個我有很久的耶 這幾個倒菜都 你看我受 中國人的孤獨 清 我說台語我明明就是台灣人 說台語這麼不冷 你看看 但是我有在學啊 這幾個倒菜都 你說 把這個日本打 你看看 贏啊輸 輸 絕對輸的喔 小小的就輸了喔 所以一定輸對不對 可是妳知道 當後騰辛平呢 來到台灣的時候呢 沒多久喔 沒多久喔 就死了三四千個兵耶 喔 怎麼死耶 這個倒菜都打的嗎 不是 怎麼死耶 水土不服 不是水土不服 環境惡劣 環境惡劣有講到重點 環境惡劣的重點是什麼 台灣啊 太 髒了 垃圾 可以讓日本人來喔 就生病 然後死一片 我們用垃圾 打贏日本兵 厲害嗎 厲害喔 很厲害對不對 這代表什麼 212年的 大清國的 台灣的治理的 這個時間當中 台灣非常的髒亂 而且落後 因此呢 當時啦 他們還是 日本他們還是有技術喔 台灣呢 人民組成的 一名軍對日抗戰 是可殺不可辱的台灣民族 來技術我們喔 表示他還是非常佩服我們的 所以剛開始進來的時候呢 台灣啊 抗戰習慣了嘛 所以還是有反抗一下 可是呢 我們講這個後騰辛平 有過 有沒有功 有功喔 有辦台灣民建府身份證的請舉手 有申請的 幾乎都有喔 謝謝 你們申請台灣民建府身份證的時候 他們叫你們要去申請什麼東西 什麼時期 日治時期的戶籍屯本 為什麼要申請日治時期戶籍屯本 不是大清國時期的戶籍屯本 因為大清國沒有 212年這麼長的時間喔 沒有戶籍屯本 沒有戶籍屯本 所以戶籍屯本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後騰辛平來到台灣之後 第一個事情他就做什麼 土地調查戶口普查 他將你家家戶戶 你們家有幾家家人人 把你調查得清清淑淑 有沒有心 有心 有心 他重視你們 住在台灣的每一位人民 因此我們的戶口普查 也就是現在 日治時期的戶籍屯本 到現在都還在沿用 他當時做了什麼 還推展了生物學科學農業工業 衛生教育交通警察 各項發展 因此 到了1904年也就是明治37年 台灣的財政已經完全可以自主 不需中央的補貼 公共建設甚至比日本的內地還要先進 台北的下水道覆蓋率是亞洲的第一高 這樣沒有泡泡 有沒有突然覺得台灣變得很厲害 本來從很落後 骯髒 然後還可以用垃圾打敗日本兵的台灣 突然變得 第一名 我覺得很厲害 短短的時間 所以呢 這代表什麼 日本人有眼光 他知道台灣是一個 寶島 你只需要花一些錢建設台灣 台灣呢 不但呢 不需要中央的補貼 他呢 還可以自給自足之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成為日本的大米艙 搞不好 有眼光啊齁 所以當時呢 後來呢 前期五官後騰新平 大概二十幾年的期間 中後期大約三十年左右 我們換了什麼 文官 田建智郎 文官田建智郎這時期 又不一樣囉 他就跟當時的首相袁靖 他就在說 台灣啊 真正不錯 是一個寶島 我們要不要考慮把台灣 那為己有 變成我們的國土 很好啊 是不是很好 可是呢 依照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他必須經過一定的程序 要不要有共同的語言 要 要不要有共同的信仰 因此 我們的長輩有沒有學過IUA 有 所以當時在台灣實施了什麼 同化政策 黃明化運動 有沒有 教導要有共同的語言 然後讓台灣人 如日本人一樣 效忠天皇 內地延長主義政策 從日本流球 然後一直延伸到台灣 然後化為日本的領土 所以 日台共學 日台通婚 任用最好的建築師 建設師 來建設台灣 大家認識八田羽衣嗎 有聽過喔 偉人咩 一個深愛台灣的日本人 一個震撼亞洲的偉大功臣 他如何建設台灣 如果沒有他 台灣不會成為今天的 魚米之鄉喔 有沒有去過烏山頭水庫 有喔 有看過這個雕像嗎 突然要做什麼 怎麼知道 對喔 他就突然想喔 台灣啊 這一塊地啊 我如何讓水源 可以綿延數萬公里來灌溉 所以他在想 因此呢 他做了什麼 嘉南大郡 台南水道 桃園大郡 日月潭水力發電 這些都是日治時期 台灣現代化 很重要的土木工程 因此呢 綿延數萬公里的水源開發 讓台灣成為今天的 雲米之鄉 甚至這個烏山頭水庫 也是當時世界 第三大水庫 世界喔 這樣有厲害嗎 很厲害 所以有沒有發現 原本你在讀 中華民國流氓政府跟你 七十年的歷史裡面 好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完全沒有告訴你 日本到底對台灣做了什麼貢獻 有沒有 就算有也只是輕描帶水的 帶過而已有沒有 這才是重點喔 因此呢 當時奠定了五十年的期間 就奠定了台灣的經濟奇蹟 跟亞洲四小龍 交通方面 南北的鎮灌鐵路 港口輪船 建立機場 發電 火力發電 水力發電 資訊傳播方面 建立一個有效的資訊傳播網 所以台灣啊 當時啊 不但先進 而且還進步 你可以想像 當時的中國 跟當時的台灣 有多大的 文化落差嗎 那是很恐怖的喔 我們現在 也就是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 他呢 在那個時期 他都還沒有出現 他還沒有建立的時候 台灣已經比貧窮落後的中國 進步有一百年以上的差距 這樣你可以想像 當他們的人來接管台灣的時候 會造成怎樣的歷史悲劇嗎 各級的行政司法 機關警察系統 護政系統 農會金融財政體系 及普及全島的初級教育 普及全島初級教育有多重要 所有的人呢 都能夠讀到書 這個代表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全民的素養 可以拉到一個程度 如果今天啊 請你就在這邊 路邊就隨地大小便 你的廁所就在這裡 你感覺 會這麼做嗎 不會 到現在的新聞 還看得到中國的人 隨地 路邊大小便 有沒有 那你可以想像 當時的文化落差有多大嗎 很可怕喔 有時候我都會想 如果今天啊 台灣沒有被中華民國 每次想到這裡 我就覺得很新鮮 所以呢 1941年台灣一千人平均有五台電話 中國一直到42年後才達到這標準 1943年台灣有同就學率已經達到71.3% 我們中國在二十幾年後才勉強達到這個標準 這群學生在幹嘛 過著在幹嘛 突出 突出 突出怎麼沒做呢 培養什麼 武士道精神 對 這武士道精神喔 在台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呢 也造成很大的影響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多好還可以坐著上課 有沒有看到這群學生 頭髮剪得很整齊很可愛 然後鞋子很漂亮 我媽媽看到這張圖的時候 她就給我問說 欸 這個時候啊 他們突出又有鞋子彈琴 我啊 小時候突出又沒有鞋子彈琴了 欸 我媽媽一定是在日治時期以後出生的嘛 對吧 沒這麼老嘛 那這個時候是日治時期 有鞋子可以穿 我媽媽小時候讀書沒有鞋子可以穿 代表我媽媽的時期是什麼時期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時期 這樣台灣的經濟是進步還是退步 退步 一看就知道了� 這個是當時日治時期呢 成立的台灣人就讀的小學 然後呢跟日本人打棒球比賽打贏的 和飲流念 代表什麼 代表 這個時候呢 人人呢 吃的白錢的小 還有時間去打棒球 如果你吃不飽穿不暖 請問你有辦法還去打球嗎 還有辦法畫畫嗎 有辦法發展藝術跟文化嗎 不可能喔 所以在日治時期 這時候時期培養出多少的精英喔 這個層層坡啊 也非常有名 之後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他是怎麼死的 這個人也很多人認識他喔 1895年大清帝國統治下台灣 日治時期改正後的寬敞道路 212年50年 有差嗎 有厲害嗎 50年就要這樣啊 212年又是這樣 所以可以用垃圾把日本兵殺死 你看 有厲害喔 終於 日本天皇 他下達了詔書 他頒布了 明治憲法 在1945年的4月1號 他頒布了明治憲法 從此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之一 這有什麼意義呢 有看到這一個嗎 這一個是日本的地圖Japan 這一個是日本 這裡是哪裡 台灣 台灣在日本的地圖裡面 什麼叫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當時呢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看到 簽下官條約 甲午戰爭的時候 下官條約當時簽訂的時候呢 除了割讓台灣跟澎湖給日本天皇之外 還多割了一個地方叫做遼東半島 好 當時有三個國家出面抗議 等一下 遼東半島是大清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割給你日本天皇 因為 因為 遼東半島也就是當時 大清帝國 滿清的起源地 奉天 所以奉天呢 是滿清帝國起源地 是他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之一 因此不可以被割讓 所以日本天皇呢 他就依照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跟大清帝國又簽訂了一個 遼南條約 再將遼東半島割還回去給大清帝國 所以意思是 如果今天呢 我們頒布了明治憲法 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之一 請問 他還可以被割讓嗎 不可以 再加上從下官條約之後 一直到現在 沒有任何一個條約 有再將台灣跟澎湖給割讓出去 我們依照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下達了征兵令 頒布了什麼 賦予台灣人參政權 這是當時參政權的報紙 然後下達了征兵令 一切呢 合法 依法行事的 頒布了憲法之後 台灣就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講到 1941年打仗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 下一個議題 我們休息十分鐘 動動 好 謝謝大家